我們剛才已經在Robinson 了解當地的消費水平 現在我們轉一轉商場 來到 Mall of Asia 這一邊 而在 Mall of Asia 這一邊 大家看看人流 人流其實不會比Robinson 那邊少 菲律賓的商場 十分多這些椅子讓人坐 因為商場空間夠大 他們又不介意提供那麼多位 讓菲律賓人在這裡坐 那麼多人排隊 入場費又如何計算呢 我們看到這個價錢牌 如果一過鐘的話 是290pz 還有一個大型溜冰場 都十分之多人 至於他們的收費 330pz 兩個小時 哇 在這個商場裡面 有一個射箭場 可以在裡面玩射箭 至於那個收費 我們看到這裡 499pz 大概港幣 是580元的 我們看到菲律賓的出生率 都很高 很多家庭都有小朋友 有些不止一個 有兩個三個 所以他們這麼大的經濟負擔 需要出國做事 有時候我們會在餐廳門後 看到這些穿著綠色衣服 想著Grab的人 他們跟香港的Food Panda一樣 其實在等餐廳準備好外賣 他們就會去送外賣 拍攝 т. 已經過了 到處 提供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